可以实现那个双卡双代三弯武器的 相差一千多元 你会选择美版的14pm 还是国行的14pm 美版14pm全几256的 这多少钱 这些包店行李 多少钱 看一下啊 有布吗 我拿个布 有的人嘛 他觉得这个 美版的机器 跟国行差的一千多元 不合适 但是这个呢 就是人者敬人 自者敬自嘛 有的人觉得 一千多元 还挺多的 美版的唯一的不好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没有卡槽 然后呢 我现在需要呢 去市场 拿卡槽 然后再给它开个孔 然后再给它装立 它美版也可以实现 那个双卡 双代三弯武器的 稳定吗 现在的这个 特别稳定 因为它现在已经 不需要动主板了 免分成 就拿这个捡来 今天呢 我就准备 拿过来把这个 14PM 256G 美版全新的 过来给它改卡 大家呢 这个美版的 无所的 跟国行的 它的这个优缺点 给大家说一下 那国行的全新的 肯定是有保修的 然后呢 美版的 没有保修 然后其次呢 美版的需要改卡 那改卡呢 很多人觉得 都这个毕竟要猜忌 很多人记住不了这个事儿 所以美版也是可以实现 双卡双代三弯武器的 他们的差价大概是 加完那个整个的改卡槽 包括我们的这种服务费啊 代卡费 差价大概是1300块钱 这样子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美版还是国行 好了 周期改卡 谢谢大家